好的 如果各位觀眾想要買這樣的中型SUV集聚的話 我們就幫觀眾挑了幾台 不論是國產或進口一些熱門車款 做一些這個購車的比較 第一個我們就是剛剛在現場有看到 就是FORD的酷感 但是我們要講的 既然你要選運動跑裡的話 庫卡的車系中 第一個首推建議的就是所謂 它的2.0動力的 ST-LINE的Performance版 那最近我們有講到一些這個購車的優惠 我覺得蠻誘人的條件 第一個就是價格的優惠 有蠻大的一個優惠空間 從原本的119.9 它現在是直接的限時尊容價 在7月底直接降43萬 是106.9萬 還沒完 另外你買車 它還送你秉飾的保險 以及五年的保固 所以這個加一加又好幾萬去了 所以總值是非常有競爭力的 那我們就拿它跟這個 其實前一陣子剛推出的 用的也是屬於國產的中型HB 有運動風格訴求的 也就是TUZEN-L的N-LINE 那當然TUZEN-LN-LINE 它走的是他們家所謂的N-BRAIN 這種性能藍啊 帶點性能味的外觀內裝 然後它的BASE 基本上是用它的1.6渦輪的動力 搭配它的7速自首牌 那跟我們剛剛講的 KUGA當然現在 ST-LINE有雙動力在二次年設 那我們抓的高規 ECOBOOST 250 ST-LINE 它用的就是2.0渦輪增壓 8速手自排 但相較之下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原本我們都會覺得 買到比較大排氣量 可能車價比較高 但相較之下 剛剛講的這個特惠的價格 只要106.9萬的 這個KUGA 相較於TUZEN-LN-LINE 是109.9萬 所以它反而是比較有競爭力的 這樣的一個價格 然後看動力的數據的話 KUGA的2.0升也有250匹 38.7公斤米的扭力 相較於TUZEN-LN-LINE 也是更大一些 然後最大的一個差異 就在於驅動方式 那KUGA的這個高規車型 它是AWD 也是所謂的這種 我覺得可以說是性能 節能可以兼顧到的 可分離式的智慧自居 平常不需要這麼多抓地力的時候 它就用保持前驅 那需要用的時候 它就會四驅的介入 那兩台車當然在A-DAS的配備部分 我覺得現在大家要有一定的競爭力 這種百萬級都一定要Level 2 那福特就是我們剛剛也有聊到 Cobotor 360 那HONDA TUSAN 只有他們家的SmartSense 那另外我們也來補充一個是 如果以進口車的比較的話 你要買到的話 CX5它比較有運動跑旅形象 所以就是它的高規的GT Premium 那售價當然就更高一些 來摸到快摸到140萬 139.9萬 那動力它的設定也是用更大的排機量 它用2.5升的渦輪增壓 六速手製排是230匹 當然也換來了更好的 42.8公斤米的扭力 那它跟KUGA一樣 也都是有這種AWD的智慧市區 那在這個A-DAS部分 它有他們叫I-Active Sense Level 2的配備 那可以給觀眾做個自己的使用需求 去購車做參考 而且像這種休旅車啊 不論它的性能多豐沛啊 很多消費者在意的還是這種A-DAS的輔助系統嘛 大家都一定要有Level 2啊 其實各家都有一些細節上的不一樣 對不對 那現今呢 在A-DAS這麼普遍的狀況底下 尤其對應了台灣這種複雜的用車環境 到底什麼時機點來使用A-DAS呢 嗯好 其實我覺得現在消費者很聰明 買車通常要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說360度環景 另外一個就是講有Level 2等級的A-DAS 那環景就像剛才愛戴友說的嘛 現在Focus國產車系直接買 就直接升級這種高畫素的360度環景 這是其中之一個 第二個就是我們剛才說的這種Level 2的A-DAS系統 其實我們用自己的使用經驗 跟綜合一些評鑑單位 所測出來的數據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進來美國的NHTSA 就是美國國家的公路安全管理局 他們就有做出一個研究數據 就是他們針對有使用A-DAS系統 發生的超過兩千起的事故 跟超過三萬幾是駕駛人自己駕駛的事故 去做一些交叉比對 我發現一個事情就是說 有兩個狀況 用A-DAS來說會是相對比較危險 第一個就是在日出或者是黃昏 也就是什麼 就是在陽光比較稀邪的時候 可能會讓車上的傳感器做出一些誤判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用A-DAS系統 比人單純駕駛的危險發生 一次發生機率 是車庫機率的話 大概會是多出了五倍 那如果你在用A-DAS系統 面對一些有彎道的狀況下 那如果你用A-DAS系統這樣子 可能就會比人駕駛 多出將近兩倍的發生意外的機率 所以這兩個情況 我是確定大家不要使用 而且每次聽到路上 或是一些新聞的 講到一些誤用A-DAS所造成一些意外事故 常常撞到一些螃蟹車什麼 就覺得有點灰心 就是明明我們這些專家 不斷的跟大家講說 就是這個是人為主 車為主 科技是輔助 因為畢竟以駕駛輔助來說 最高等級 完全的自駕是到LV5 現在做LV2 但是有些消費者 可能就貪圖一些方便 或是聽一些 或者是不當使用 對 或有些不當使用的狀況 就覺得很可惜 那這個是數據調查 跟一些使用案例 那如果以我們資深來說的話 確實當初在台灣這個市場 不斷的開始討論LV2 就是FORD對不對 他的COPILE 360 其實我們會去看一些細微的使用細節 像是比如說 他在抓車道線的靈敏度 能不能再切完車道之後 馬上抓到車道線 或者是在你跟前車中間 又有其他車輛插入的時候 系統能不能快速的去發現 前車或是障礙物 馬上做一些正確的判斷 其實我們確實不管是在跟進口豪華品牌比較 或者是其他國產品牌比較 FORD COOPILE 360這一點在目前為止推出到現在 我覺得都還是戰役有加 而且就是以美國的消費者評鑑來說 他們也確實把這套系統 評鑑到他們的前三名 而且這個評鑑是包含豪華品牌 這是一般品牌 其實都有 所以我覺得確實在大家 如果你要使用這套系統的話 大家可以先去自身去試駕看看 但是以我們自身的使用來說 這套系統確實FORD COOPILE 360 在大家的使用經驗都是相對比較好的 沒錯 我們今天既然聊到說什麼時機點是最佳的購車時機 除了剛才我們跟大家分享的 近期有哪一些購車的優惠方案之外 現在很多人都想要進入新能源車 尤其是純電的車也想嘗試看看 那我們就幫大家整理一下 在200萬之內 如果你最近有想要購車的話 有哪一些選項呢 艾達 其實從前買電動車 大家覺得電動車好像價錢很高 那說到200萬內要買一部什麼電動車 好像有點難度 但事實上其實整個現在新車的市場上面 你會發覺大概百來萬都可以買到 相當不錯的一個電動車 尤其是電動車更加的多元化 甚至有這種所謂的 性能純電跑旅的一個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大概就幫大家整理出的 三款車子是大概200萬內 而且價格呢 相對而言是差不多動力輸出 也差不多的一個車型 分別是這個兩輛韓系品牌的 一個是KIA 一個是現代 那KIA的部分是EV6 Air的真程版 那現代的部分則是這個IONIQ 5的EV600 聽到這兩台車的名字 你會覺得好像他都是屬於 比較高規格的一個這個等級對不對 那他的售價其實事實上是貼近200萬 以KIA EV6 Air真程版來說是197.9萬元 HONDAIONIQ 5的EV600則是187.9萬元 那如果是另外一款就是福特的MASDAQ MAHE 因為MASDAQ MAHE其實分了好幾個版本對不對 有SELECT 有這個CREMIUM 還有GT的一個性能版 你會覺得說那他是不是這個 這個入門一點的車型 雖然價格便宜 但是是不是性能比較差 我現在跟各位觀眾朋友報告 以福特的MASDAQ MAHE的SERLECT來說 他標準售價是189.9萬元 不過現在一樣有專案的一個特惠價 只要179.9萬元 你跟兩部韓系的這個好兄弟相比下來 你就會發覺價格相對而言 優惠相當的親民 尤其以性能跑履來說 跑履這個外觀造型 福特的這個MASDAQ MAHE 絕對不會這個比其他人差 那再來我們就要看看這個動力性能 兄弟的IONIQ 5 EVO 600 是225P以及35.6公斤米的扭力 0-100的加速是7.3秒 已經算是相當不錯了 那當然他的同門師兄弟 EVDO的Air增程版是229P的最大馬力 以及35.7公斤米的最大扭力 雖然比IONIQ 5 EVO 600多了一些些 但是0-100加速同樣也是7.3秒 那好來看一下MahE的SENET版本 他的這個對大動力來到是288P 超過40公斤的扭力 來到的是43.8公斤米 這個可以說是碾壓 其他兩個韓系品牌車型的一個 這個動力數據 尤其是0-100加速更是快了1秒 來到的是6.3秒就可以完成0-100加速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們常在講 就是說 某些時候我們都有一個既定的印象投射在 你看著好幾款不同的車型上面 但事實上真的把這個SPEC攤開一看 你就會發覺 哇 好像不是我想的那個樣子 你看有沒有事實上你可以看 他們福特 馬斯丹的 MahE的這個SENET版本的 純電跑旅車來講 外觀上非常的吸睛 空間上我覺得表現相對也好 當然 那再加上整體的動力輸出跟0-100加速 都比韓系的這剛剛列舉的 不管是EV600或是Air真神版 這兩款車型來說 都還要來得更快一點點 所以這時候如果你想要用200萬以內來買 現在時下最流行的純電跑旅 應該知道怎麼選的 好